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判決還是看見去 经历四天三夜 前台北市市長柯文哲 终于可以回家了 从讲完话后 他要搭着黄珊珊的车离开 柯文哲要往前走一步 都要钻过一层又一层的 在场支持者 好不容易和太太 陈佩琪终于坐上车 这一切的结果都要感谢谁 仅分钟前柯文哲这么说 法官说 请你不要为难 其实这一次 真正辛苦的是法官 他扛住了最后的压力 好我们回去 整个月回去休息 柯文哲和家人以及支持者 真的要回去休息了 但法院的忙碌还没中断 这次审理生亚庭的法官认为 本案的关键点在于 柯文哲是否知道都委会 用违法决议图立精华成案 而且是否也知道 20%的荣基奖励有违法 法院财信柯文哲说法 他强调都委会是由专业 且多数人组成 尊重开会决议 而且信赖专业背景的 前副手彭正生 由于8点开始 柯文哲先开庭 彭正生最后 外界猜测这顺序 是不是也最后决定 一个请回 一个收押 过去也有两名被告开完庭后 检方又结问一次 实务上最后开庭的 收押机会高 但律师解释积押与否 法官考量的还是证据力 这回审理的法官 朱嘉义台大法律系毕业 号称北院刘德华 是强制处分专庭的资深法官 四年前立委集体收贿案 他就曾连续花了 53个小时开庭 最后裁定收押立委 苏正清 陈超明 廖国栋 律师分析 检方的侦办进度 本来还没有要深压柯文哲 只是他配合说明 突然要离开 才会当庭逮捕 这次请回的结果 恐怕法官也是希望 检方证据更多一点 天雨前玲珑视 韩尚伦台北报道 而民众长主席柯文哲 稍早已经从立委黄珊珊 戏址的住处回家了 现场的状况 前一时间带我们去看看 好 马上来关心 民众长主席柯文哲 今天清晨是遭到吴宝请回之后 是先来到了民众长立委 黄珊珊的住家来做休息 不过现在可以看到的话 他就在稍早1点20分的时候 是已经反抵他的 信义路的住宅 带你来看稍早画面 好 可以看到柯文哲回到家之后 其实都没有不发一语 就直接进去了扎门 倒是他的妻子陈佩奇 是还离开家里 然后坐车离开 也引起大家后期说 他是要去哪里 因为黄先生今天早上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有提到说 希望两位能让他们好好的休息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也休息足够了 所以柯文哲才会在 下午1点的时候回到家 那也算是目前的现场最新 那么柯文哲凌晨部 出台北地院的时候 就说了检察官查扣他的手机 跟硬碟 再拿里面的资料来编故事 怎么说的呢 即使资深记者网游对我们了解 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在凌晨 是已经无保请回 在过去的69个小时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柯文哲就直接讲了 这检察官是查扣了 他的手机跟硬碟 而且还拿里面的资料来编故事 所以在这两天之中 他自己说他是被急进的压迫 以及凌虐的 他在最后答辩的时候 也向法官讲说 这个金华城这个容积率 达到840%的这个案子 其实在当年送去公开展览 再送都委会以后 他自己就完全没有再过问了 因为作为一个市长 他不应该过问每一个个案的 后来这容积率超过840% 其实他自己是完全不知道 这件事情的 而现在也显示出 所有的证据当中 柯文哲目前是没有干预 整件金华城案 大批媒体和支持者团团包围 警方出动大批警力开刀 你推我己 拍的正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画面可见他神情凝重 背着血胯包 虽然疲倦 却仍然脚步坚定走出法院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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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8月30号中午被带走询问 历经69个小时 终于在9月2号凌晨3点 被裁定无保请回 客问者表示 司法单位如果有疑问 可以传讯他 无法理解为何搜索住处 办公室以及中央党部 并强调金华城弊案 他根本不知情 所谓的金华城840%的容器率 840%的容器率 其实当年在送信 送公开展览以后 在转送都委会 和苏式计划委员会以后 苏式计划委员会以后 我完全没有去过问 因为作为市场 不应当去过问单一个案 所以后来容器率840% 其实我完全不知道 柯文哲讲完在场小草支持者 情绪激动 呐喊欢呼 柯文哲清晨再发脸书 重生讲话内容 并PO出现场照中 斗大七个字 写着柯文哲无保请回 导出柯皮获释后 第一时间的心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柯文哲无保请回之后 传出检方今天最快 今天下午 是不是就会来做抗杠 小心行行 请人在现场的云曼 带我们来解 好 民主党主席柯文哲 卷入了金华城 DIM被检方申请抑押 无垢法院 就是裁定这个无垢请回 因此检方现在 也要来提起抗告了 但是抗告这个过程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抗告的话 北检要先把这个抗告书给北院 那北院会再送到高院这一边 然后之后才会去分案 看是由哪一个法官来审理 不过由于 因为这一次是这个积压体的抗告 如果抗告成功的话 就会发回这个北院来更审 但是如果抗告被驳回的话 检察官就对于这个积压体的结果 他们是不得再提起抗告的 那也就是说现在 检方这边是还有10天的时间 去提起这个抗告 在这10天之内 他们要去 可能要去发掘一些新的事件 或是约谈一些新的人 来让这个厘清更完整的爱情 那我们稍早了解到的是 这个市府的这个 督委会的执行秘书邵秀佩 他现在人是已经在廉政署 接受讯问的 稍后晚间的时候 就会被移送到北检之边来复讯 由于这个邵秀佩 他过去在市府 有请假出国的状况 那也导致说这个检方通知 他当然的时候 是一度通知不到的 当下也怀疑他说 可能有这个畏罪浅逃的风险 那当然北院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也是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此是认定说 这个彭正森是需要加进建的 否则说如果两个人 碰到在一起的话 恐怕就会有这个串政的疑虑 那这个抗抗到底会不会成功 我们今天也起来了 这个地方法律书所的律师 黄博荣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那检方最快有可能 今天就去提出抗告 那律师会觉得 他们这次抗告成功的机会大吗 我觉得抗告机会取决于 这个抗告书状怎么写 抗告书状应该要去针对 原裁定的内容进行批判攻击 哪边漏掉了 针对犯罪嫌疑部分 哪边是没有去审酌的 哪边有瑕疵去进行一个 整体的攻防说明 那甚至把一些新政去补足 来证明说这个重大嫌疑的部分 是确实是成立的 那才有办法去确认说 重大这个犯罪嫌疑确认以后 才有办法去认定说 到底有没有逃亡灭阵 或是串供的可能性 如果如果重大的犯罪嫌疑 没办法确认的情况下 那积压根本没办法去成立 那再来后面才去进行这个 后面有没有积压替代手段的考量 来进行一个攻防 如果没办法证明这话 那这个根本驳回的机会 是非常高的 你们也没听到 所以检方这一次这10天之内 真的要好好的做准备 他们也可以去发掘新的试证 或是约谈一些人 来了解更理清更完整的案情 否则的话 如果在这一次贸然的去提抗后的话 再次被驳回的话 金华诚案有可能就此结束 好 谢谢云曼带来现场最新的消息 只不过柯文哲历经了69个小时 昨天凌晨无保请回 法官的裁定被解读 不是打脸检察官 质疑检方是不是缺乏关键的证据 没有办法直接说明柯文哲设案 走出住家大门 柯文哲显得很有把握配合调查 8月30号被搜索带回离清 却直到2号凌晨3点 裁定无保请回 柯文哲设案才有露面 历经69小时的折腾 台北地检署将提抗告 但密集的动作被质疑 是否证据力根本不足 北院的裁定认为 柯文哲设案的程度上有待调查 代表检方可能还需要提出更多的直接证据 才能证明柯文哲确实有涉及本案 30号当天检方兵分契录 由北检主任检察官和连政署副署长带队搜索 再请柯文哲配合调查 直到深夜询问 柯文哲表示累了想离开 检方当庭逮捕 柯文哲提审 1号法官开庭拨回提审 程序上认可检方有继续征讯的必要 检方认为柯文哲有实质的影响力 也是由他交办相关会议因此宣押 但最后法官裁定无保请回 并且认为柯文哲非罪嫌重大 这个动作被解读是打脸被检 根据本案的检察官就是认为 柯文哲的犯罪嫌重大 而且是重罪 且有创攻之余而申请积压 但是本案的法官很弹见 居然在第一关卡认为 柯文哲竟然是无犯罪嫌重大而驳回之 期间民众党公开检联人员搜索的监视器 目屁过程有瑕疵 宣致对于不明的金流也有两个版本 先传出700万又变成了170万 被指引检察官带风向 就连历经一个多月的大法官选件 也选在搜索柯文哲当天公布 司法院副院长被提名人姚立弥 曾出任柯文哲2014年竞选总干事 让柯文哲选上台北市长 后来又接下赖销竞选总部主委 这次马上就被提名 一连串的巧合时间点 不免让人质疑 这搜索的行动是在查金华城案 还是在查柯文哲 台北地方法院认定 彭胜生设立图利罪 有创政之余裁定积压禁件 想请请请宛如带我们了解 不过这台北市前副市长彭胜生的运气 就没有那么好了 因为这个法院认为说 彭胜生跟这个应嫂威审庆经等人 可能会有半议联络 至于还有这个行为分担为何 是有待厘清的 那么目前彭胜生对于所有的 这个法院他们这边的问话 都说他是依法行政的 但是彭胜生身兼 这个都委会主席 在整个会议上 是有预设立场的 另外也违反议事规则 无视反对意见 还指定支持补偿金华城的委员 另外他们也认为说 有勾串共犯之余 至于种种的原因 他们也认为说 在整个案子 土力贿赂的金额庞大 所以舍犯罪名重大 另外再加上金华城案 搜索是不容易的 因为案情会案危险性高 再加上现在通讯软体的发达 可以秘密的沟通沟串的 所以他们为了预防串阵 所以裁定积压禁件 也则是说彭胜生 最后是上了囚车送紧看守所 被带走超过69小时 终于结束积压停 前副市长彭胜生 被裁定积压禁件 凌晨4点 他身上还是同一件 橘红色外套 在罚警监护下 双手上扣上囚车 约半个小时的车程 抵达土城看守所 彭胜生收押后的第一餐 是青州配豆干炒豆豉 这次他紧咬柯文哲 却没料到 最后只有自己 成为土城的选择 当初柯文哲就是看中 他的建筑背景 从公务局一路提拔 除了副市长 野间公务局长 北农董市长 以及都委会主委 身兼四个重大职务 他任期内 除了金华城 容金率暴增 更让雨果市场 让威京旗下中华工程 顺利得标 裁判书也解释 积押原因 发现彭正生 在都委会中 违反议事规则 无视反对意见 还指定支持 补偿金华城的委员 担任专案召集人 且他当时是台北市 副市长 也是都委会主席 是本案上层关键角色 对犯罪事实 显然很清楚 而最关键的是 共犯受秀配 已经畏罪潜逃 有串供的可能性 决定积押金件 这已经有诞明说 这个山鱼区 是不可以做住宅使用的 当中提到的少秀配 其实是现任 都委会执行秘书 被认为疑似畏罪潜逃 也是彭正生 被羁押的关键 不过李四川说 他只是请假两周 出国旅游 没有潜逃 也已经回国 这回在他家 搜到不明款项 他声称是 建筑公司的顾问费 法官已有提及 图得汇款金额庞大 但即便如此 他依然紧咬柯文哲 亲签公文 不排除有机会 转污点证人 TVB的顺务 我刚才看不到 好 我们帮你插播一则 最新消息 就在刚刚有讲到 这其中的关键人 他就叫做 被点名是 为罪潜逃出境的 台北市都委会 执行秘书邵秀配 他目前人 正在连胜处信 接受讯问当中 之后将会送北柬赴讯 台北市的副市长 李四川就透露了 七沙在8月17号 到9月1号是请假 两个星期到日本旅游 而且已经在9月1号回国了 他深接传讯息来 跟市府单位讲说 自己绝对没有 为罪潜逃 都委会的主席 都是由副市长兼任 主任委员 当时的副市长是谁 彭副市长 他就是被法院点名 为罪潜逃的台北市都委会 执行秘书邵秀配 今年5月 北市议会质询金华成案 他也曾上证回应 市府其实是有研议一个 可以申请剔除 驱乱征收的这个机制 先前接受媒体访问 邵秀配当时还是 都发局总工程师身份 如今被查出 疑似在金华成案 扮演关键角色 但检方约谈 却没有出现 人不在国内 议员游书会发文表示 他曾提到 有位关键证人 还没回国 指的就是邵秀配 曾私下通报师傅 预警死人 26号 邀请彭震生 到议会说明时 也有要求他要来 却发现 他请了两周休假 结果现在却看到 检察官说他 畏罪潜逃 另外已经被收押的 被告之一 吴顺铭 除了是应小卫助理 也领 危机集团子公司的薪水 同时 竟也是都发局 退休同仁 和邵秀配是老同事 但是否真的潜逃 恐怕有变数 原来邵秀配 确实是从 8月17号 到9月1号 请假两周 到日本旅游 而且已经在 9月1号回国 副市长 李四川也证实 他有一规定 请假到9月1号 且检方在1号时 并未约谈他 他也在2号 收到邵秀配的 LINE讯息 强调没有畏罪潜逃 这位邵秀同仁 之前是依照规定 来请假到9月1号 我也已经要求 阵风处主动联系 这位同仁 掌握状况 在彭震生羁押之后 金华城案 突然又爆出 新的关键人物 到底有没有畏罪潜逃 当事人已经回国 也许得亲自出面 说清楚 有没有群舞就会也太不高 而柯文哲离开的时候 跟太太陈佩琪 没有回她原本信义路的住家 反倒是前往民众能力为 黄珊珊的家中休息 对此黄珊珊说 因为陈佩琪跟柯文哲 两个人最近压力非常大 希望他们可以找个地方 好好休息 不出北剑 神情疲惫 民众主席柯文哲 吴宝请回后 气致陈佩琪 全程陪同搭乘银色箱行车离去 关上门的黄珊珊则坐副驾驶座 第一站先停民众党部 他需要休息了 那就麻烦了 对 到编义商店买补给商品 因为要在柯文哲回新义路住宅 没想到是开到细致黄珊珊的居住社区 这几天真的是很煎熬 所以陈医师现在的确是在休息 我们也希望他 因为他这几天他自己也被外界污蔑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 当然压力非常大 主席身体状况应该也还不错 认为两人眼前最重要 就是需要好好休息 但是否真的事态紧急 要针对案情进行沙盘推演 因为这几天陈医师 在我家休息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们都在他们家门口 所以他们没办法出门 然后因为记者在底下 也影响到了邻居 所以我们希望说 我们知道如果柯主席昨天晚上回家 你们今天大概又把那边堵得密布通风 因为就连三十二晚间 陈沛起以这人身份 被移送北柬赴讯后 当时黄珊珊亲自开车 到北柬来接人离开 因为陈沛起被约谈时 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 不能请律师陪同 也不能行使揭幕权 身为律师的黄珊珊 是否要掌握征讯方向 好与其他被告律师沟通对策 问陈沛起女士 这件事情然后去做后续的诉讼处理 这个任何人都可以做这个事情 刚好黄珊珊她是一个律师 所以她的身份会更为敏感一点 从法律上来说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毕竟身份就这么敏感 黄石山是否成一颗活旗 只能说画面会说话 柯文哲无保请回最开心的莫过于 就是在现场等候三天的小草们了 上百人促勇着柯文哲 他的太太陈沛起也在人群肛中激动拥抱 委任律师更是高级大拇指 象征他们的胜利 黄国昌宣布积押亭结果 等候已久的小草们兴奋的又叫又跳 民众党党公子们正必欢呼 这时黄珊珊拥抱陈沛起 陈沛起似乎哭在她的怀里 半夜三点多北浅万头罕见的欢声雷动 接近一会儿后黄国昌进到北浅楼梯口 等候迎接柯文哲 柯文哲无保请回 但是脸上没有笑容 因为历经三天的马拉松是训问 让她满肚子怨气 黄国昌陪她一起步出台北地检署 看见柯文哲出来 小草们又振奋呼喊 黄国昌张开双臂 为柯文哲隔出空间 还有馆长陈志涵接力 还抱住柯文哲 跟黄国昌当其左右护法 终于走到人群中 妻子陈沛起接到拥抱柯文哲 能够有回家这一幕 全靠律师辩护 律师震生员带着笑容比赞 接受英雄是欢呼 小草们开心赢回民众党之主 但是柯文哲金华城案的司法攻防 还没结束 全主席时柯文哲有套剧本 如果法官裁定招保 他会拒绝 因为柯文哲认为自己没有涉滩 而相信主席清白这句话 也是民众党连日来的策略 要捍卫柯文哲的清白 就算主席以吴宝请回 身为应变小组召集人的黄国昌 矛头依着对准 检方跟执政党 赖清德政府 所要交给台湾人民 第一份司法改革的成绩单 就是对他的政敌 开始进行这样的政治追杀跟清算吗 而这论述确实也是民众党连日来的态度 回顾应变小组成立当天的 记者会 会议中定调力挺柯文哲 更批评检调搜索方式 随着深夜柯文哲被当庭逮捕 态度更强硬 调出30号的监视器影片 指控检联人员不但在公共办公区域 东翻西找 另一拨轰检方只因拒绝夜间征讯就逮捕 以违反正常法令程序 此刻还跟小草们到北检声援 但31号晚间北检申请羁押 隔天民众党续轰检调 罗指罪名泄密 带风上 至于柯文哲这 传出柯文哲也有套剧本 若被裁定交保 柯文哲会拒绝 因为他认为自己没设定 我想主席所有的诉讼策略跟做法 都已经是跟律师有讨论过在做的决定 所以我不方便代为回答 不过主席从头到尾都坚信自己的清白 并且激励的捍卫自己的清白 不证实不评论民众党的策略 目前一胜 TVB的新闻 林玉泉宽柔台报道 而柯文哲被裁定吴宝请回之后 登上日本多家主流媒体 同时也冲上了大陆多个热搜排行榜 环球时报的官媒也纷纷跟进报道 高度关注这柯文哲案的进度 斗大标题写着涉嫌贪腐的 台湾民众党主席被释放 柯文哲吴宝请回登上日本朝日新闻 报道称台北地方法院决定释放 台湾立法院第三大党主席柯文哲 另外日本时事通讯社也提到 柯文哲获释后在数百名支持者面前 批评检方编造虚假故事 是极其压迫跟淋虐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 柯文哲犯罪嫌疑不重大 无保请回 台北地检署将提抗告 贪腐案调查便得扑朽迷离 民众党对检方批评越来越多 除了查到柯文哲有收费资金往来之外 也认为他有串雇灭证的可能性 因此生压 对此民众党发声明谴责检方罗织罪名 大陆央视制作约两分钟的新闻 报道柯文哲案 凤凰网 环球时报 以及新华社旗下的参考消息 也都跟进报道 另外柯文哲被释放的消息 9月2号冲上新浪新闻热搜榜第一 百度热搜榜则排在第11名 热搜指数369万 大陆网友也高度关注 台湾这场政坛风暴 TVBS新闻消民阵 蔡一杰综合报道 而金华全案延烧 国民党立委王宏为认为 自己担任这么久的议员 从来没有市长跟副市长被搜索过 认为案情发展比较扯 但针对有些国民党员 对于科案的批评 会不会影响到未来立法院蓝白河呢 民众党团的总裁黄国昌就说了 推动法案不会因为 亲疏远近来判断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在进华城案 现阶段无保请回 现任市长蒋万安态度一样 不包不贬 近代司法判决 但党内立委有不同见解 这是有点震惊 跟这一般来说 跟大家的预期不太一样 科前市长能够回去好好的休息一下 因为虽然是无保请回 但是我相信他未来 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前朝的五大弊案比较起来 那到现在为止 我认为还是比较扯 因为我自己本身 担任非常久的是议员 并没有任何一位市长 甚至副市长被搜索 科先前狂兽前朝五大弊案 曾经身为北市议员的立委王鸿威 态度虽然稍放缓 但批科大致不变 而立院新会期将到来 科案是否影响立院蓝白 推动各项的改革法案 我们所秉持的 不是亲疏远禁 是理念 价值 黄国昌态度清楚 双方合作不应科案受阻 毕竟也有来迎立委 从案件起初就大力挺科 检方并没有办法证明 柯文哲的犯罪行业重大 北检被狠狠地打脸 蓝白合作在立法院 可以不受外界的影响 不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 同一时间国民党团 也想把立院主导议题权找回来 赖清德他这次所提名的 大法官的名单 可以说是史上最糟 最烂的一份名单 柯文哲被搜索之日 这么巧就是大法官名单公布之时 实际点不免令 蓝营怀疑 一连串的这些动作 当然是去刻意来降低 整个大法官提名人选的 争议的一个色彩 科案看似未完待续 多少千栋 立月蓝白 后续公事 而这金华城案件 除了蓝绿立委纷纷讨论之外 网红四叉猫 也靠着这上政论节目 谈论柯文哲 这一个月的通告费赚得饱饱 到底有多少呢 宛柔带我们来了解 谁又是柯文哲 争议案件中的最大获利者呢 这位网红四叉猫 自己就跳出来了 直接说感谢柯文哲 让他这个月的通报赚饱饱了 下个月新上市的iPhone16 真的是不用愁了 他自己也说 我的职业只有是网红 如果不蹭流量的话 难道是要做身体健康的吗 现在四叉猫自己说 他赚很多 到底赚了多少呢 他自己就说了 平常在这个经营YT 这近28天 他预估收益 就可以达到10万1511元 这其中包含点阅率这一块 可以分润到2万元 另外还有斗内加会员 大概也有8万元左右 另外还有这个斗内账户 月收益又达到20万6192元 团购商品平常都有在做 但是他自己也说 他这个月没有很认真在带货的 这个月顶多是几万块钱 而这个通告费 因为我们也知道 他上了很多的政论节目 来谈柯文哲的争议 他就说他的背包里面 还有数十包的现金带还没有存 所以粗估大概会上看20万元 不过随着柯文哲交保之后 原本信誓旦旦批评柯文哲的民进党 立委跟议员们现在好像有点尴尬 像是称为头号科黑的台北医生立委王世坚 就曾经跟柯文哲对赌 如果没有收押就要高空弹跳 现在网友也敲碗对线诺言 通批无赖胜立法 民进党议员简书陪 不满柯文哲明明盖了章 却说不知情 金华城案柯文哲无保请回 是否可能增加串供可能性 金华城案剧情峰回路转 看看日前王世坚和柯文哲这隔空对赌 看来坚哥这高空弹跳要准备了 小丑们灌爆王世坚脸书 要他记得信守男子汉约定 但这赌注听在立院同事而理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法律真的很不适合 拿来做政治斗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确实法律非儿戏 律营定调关心但不干预 面对民众党警咬司法不公 律委呛会不会太入戏 看到民众党人不断的去鼓弄民粹 那不断的对于司法的办案 进行政治的施压 这事对于司法非常不敬 随柯文哲无保请回金华城案 第一季战告一段落 但后续政治效应恐怕才刚要开始 TVB的七位年程选 吴贵人全庭台北上报道 柯文哲卷入了金华全庇案 民主党立委陈昭之 就自曝他跟总统赖清德是好朋友 甚至有传讯息给他希望 公平人道对待柯文哲 总统府回应因为国安考量 总统早就已经停用私人手机了 送上纪念棒球 93军人节前夕 总统赖清德向国军官兵致敬 我们看到海军水下作业大队 在工作室身上的重量高达40公斤 总统关心海军水下作业大队 不过外界恐怕更关注金华城案 前一晚民众党北检场外开讲 立委陈昭之自曝有传简讯给总统 请他公平人道对待柯文哲 不是网开一面 不是特权 就只要最基本的公平跟人道 因为看到我们主席 受到几十个小时的精神灵乐 强调自己求的只是公平 但虽说陈昭之独派背景出身 他喊赖总统有何私交 居然收到能够简讯往来 说他们是二十年好友 但这讯息总统现在恐怕收不到 因为总统府回应 基于国安考量 总统已停用私人手机 强调该案已进入司法程序 总统不会对司法侦办中的个案 做任何评论 从郑文灿涉滩到金华城弊案 赖政府上任后检调动起来 总统上专访 表示自己原则是部分党派不问何人 只要违法就鼓励检调依法查办 勿往勿纵 尊重司法独立性 或许就是总统开绿灯 打击黑金 不问颜色 TVB的新闻谢宏瑞 无可言成呈台北通报道 文献的事业周报 19年了 这19年我们见证2008年金融风暴 我们提早三个月预言了 八年投资银行连卖兄弟即将倒闭 提早预告欧债危机即将来临 2016文献的事业周报 比美国各媒体更早看到 美国结构式的裂痕 川普主义必然崛起 2020年文献的事业周报